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正式通知 准备3、2、1 昨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广东省省长马卿瑞 港澳办主任张晓明 中联办主任黄志文 以及两名前行政长官 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等人 在西九龙站售票大堂出席开通仪式 林郑月娥支持事 感谢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 港铁、中央政府、广东省 和深圳市政府 以及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大力支持配合 并强调一地两检对高铁开通的重要性 高铁香港段经历了八年的努力 一步一脚印的建造和市营运 今天正式开通 高铁香港段能够以最高效能的开通 利便两地人民 落实一地两检这个创新安排 致为关键 我要充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 为安排提供了兼顾的法律基础 广东省省长麦庆瑞表示 为了配合越港澳大湾区发展 越港两地一直积极合作 广深港高铁作为贯通大湾区的交通大动脉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和越港两地的共同努力下 克服了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并创新实施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开通 标志着香港与国家高铁网 实现无缝的对接 大大缩短了香港与内地的时空距离 林夕月娥和马卿瑞年同一众嘉宾 之后到西九龙站出入境楼层 亲自感受出境 包括入閘、安检等过程 也涂经本港入境处和海关的设施 他们之后到香港和内地口岸区分界 并向内地派驻人员了解准备情况 再登上洞感号 乘坐朝早11点25分的列车前往广州南站 同行的也包括多名特区官员、人大政协、行会成员 以及大约20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等人 超强台风山竹上星期日习港之后带来风暴潮 除了幸花村出现严重水浸 红磡海滨广场李鱼门和将军澳有建筑物 风灾之后损毁严重 山竹习港 港岛东区海旁的幸花村是其中一个重灾区 一日过后 风暴的痕迹随处可见 临海的一边 无论是海滨还是地下大堂 都看到山竹的威力 大浪一度涌上多个低层单位 居民都忙于清理 屋苑有多座大厦在打风期间 一度停水停电 水务处就派水车向居民提供食水 上次对我们没有影响 但是今次对我们影响很大 没有水没有电 主要去这里都要跟管理署反映 因为它没有电 后楼梯七黑一片 连任何军师赖都没有 这个很大问题 有什么事这些人走不了 去年天甲催俠期间 有超过20架车没顶的地库停车场 这一次虽然是加装了水泵 但还是没用 至于红磡的海滨广场 不少办公室的外场玻璃 都抵受不住山竹的威力 大厦四处都可以见到 蓝色的玻璃税 不少楼层租户的员工 回到公司视察损位的程度 大厦管理公司派人维修 部分办公室满木仓宜 假天花 家室电器 文件等等 即使没有被吹走 留在原位的也不多 大厦被吹烂的玻璃 部分也吹到对面的小学 打风之后第二日小学停课 有家长为了学生安全 自发回到学校清理碎片 山竹带来的风暴潮 在里原门也造成破坏 地下留下大量山泥垃圾 不少海鲜档的设施损位 有居民选择打风过后才回家 但就发现即使是做了防御措施 作用都不大 有沙包 钉板都没办法 上年有些入屋的 有没有很厉害 有没有太多 估计损失去多少 全屋 全屋 什么都没了 而在张军澳 部分近岸的屋苑和马路 同样受到破坏和被淹阵 有居民一家大小 自发到海滨尽一分力 帮手清理石块或者砖头 希望加快海滨设施復原 上个星期一 台风山竹远离本港之后 市民要在公共交通 仍然未完全回复之下上班 舆论批评政府并没有宣布停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并没有法律基础宣布全面停工 台风吹袭过后一天 陆路交通几乎瘫痪下 市民继续要上班 港铁东铁线多的车站都出现人龙 政府没有宣布停工的决定 受到外界质疑 不少人在社交网站批评 林郑月娥说宣布停工 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又重申呼吁雇主体量比较有效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拿特首来出气是没问题的 特首是可以被人骂的 但是你说是否就要因为这样 而去做一些没有法律基础 没有做过对于香港社会 各行各业评估 也不知道接着的后果是怎样的决定 恐怕这个就不是我认为 行政长官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去评估 突然间政府叫停工 究竟会带来什么法律的后果 还有对于各行各业 那个影响的评估是怎样的 抗议林郑缩骨补承担 抗议林郑缩骨补承担 要求立法台风权益 要求立法台风权益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认为 政府可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宣布停工 长远应该制定法例 定名在恶劣天理之下 顾员上班的安排 这样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是可以立刻叫停工 以及立刻可以有些规例 就说不要扣人工停工 这些是可以的 但是老实说现在已经太迟了 我仍宁宁一定要有台风法例 有个清清楚楚的台风劳工权益法例 然后灾后的可以适用这个法例 那我已经搞定了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 汤家驊认为 上星期一的情况 紧急规例条例并不适用 我的理解的紧急情况 就是说在一些比如 一些大的动乱 比如是暴动 或者戒严 需要是为了这个条例 其实打完风 上班有困难 就不是今天第一次 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山竹集港之后 有近一万五千宗林树报告 街道满布倒塌的树木 有义工协助清洁工清理林树 他们希望政府牵头思考 如何保存和善用大量的棄枝树木 山竹所到之处 随处都看到有树木被吹淋 在屯门 清洁工人做到不停 幸好有义工帮忙 就是小的那些就放在桶上 曾经为我们带来新鲜空气的树木 绝大部分的下场 都是送到堆田区 因为很多树是很大棵的 还有很漂亮的 我觉得很可惜的 都在想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木材 就这样扔去堆田区就很浪费 政府要带头想 其实有这么多树木出现了 可不可以集中处理的呢 如果靠一些人很零散的 去拿 等一下有人去铸去旧木回家 你又不知道怎么办 我自己也是 我去铸去旧木回家 我又不知道之后怎么处理 经常都对着树 突然一下子塌了 有时都觉得是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有时是悲从中来 清洁工人其实得对手 棵树要怎么处理 我都不知道 其实有些部分可以用来做其他东西 或者做一些环保的肥料 或者本身种回来土 其实都可以的 如果放在堆田 其实是你加重的堆田区负担 有份参加展览的木偽组织 最近收到不少市民查询 可以怎样清理被台风吹倒的树木 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思考 怎样可以善用被弃致的木头 当我们很努力地想保存这个资源的时候 然后我们想回究竟其实问题在哪 问题是因为政府将香港树当成垃圾 我是不是每人要拿一棵回家叫做好 当然不是了 始终都是无故多一棵 多一棵东西在家 那你也不是办法的 你这样叫市民自己去做 他提出政府应该设立木庫 有效地收集和使用木资源 木是完全没用的 你做生物探眼都可以的 也有人说做草木猫沙 或者碎了去做甲板 有那么多可能性 怎样会有树是没用的呢 山竹吹集澳门过后 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 到多个低华地区视察 了解灾后市面情况 山竹吹集澳门过后 受水浸影响的店铺 负责人忙于清理 他们说这次的灾情 没有去年天甲那么严重 当局就加派工人收集垃圾 和灭蚊消毒 防范水浸地区出现疫情 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 就到多个低华地区视察 了解灾后市面情况 以及听取相关部门 汇报善后工作的安排和进度 崔世安说 要做好善后清理工作 等社会和公众的生活 尽快回复正常 保安司司长黄兆集说 这次应对山竹的工作 达到相对理想的效果 令到这次台风没有人死亡 亦大幅减少受伤人数 和财产损失 至于澳门赌场上星期日 在山竹吹集期间暂停营业 黄消杂说 这次赌场在澳门当局协调下停业 是确保员工安全的好例子 日下会考虑立法处理 在北京商务部和外交部都说 美方不顾国际和国内 绝大多数意见反对 宣布由明天起 对2000亿美元中国书美产品 加征10%的关税 为双方初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中方不得不针对美方的关税举措 采取反制措施 与中国的关税战再度加码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相信这次措施会起作用 他说美国的谈判大门长开 但另一边双席警告 如果中方报复 会准备启动 向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 征收25%关税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国已经取消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原本计划在下星期前往华盛顿 但他已经取消原定的行程 而在北京 外交部日前强调 中美贸易对话 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美方一面高喊着对话接触 一面挥舞着制裁大帮 一面发出磋商邀请 一面进行极限施压 这种花样已经成为美方的一种套路 对美方的套路 中方动若关火 泰然处置 国务院关税税值委员会发出公告 决定对原产自美国 大约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 在香港 对于中美贸易战升级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同几个商会代表会面 这个是在战况去到一个新的台阶 信保局会在今天随后 会出一个新闻公布 就有两方面的东西 他们会加码去做 第一方面就是 小营业额的保单 保护的保费 他们会减价 原本由原先的 有八折的优惠 是降低到七折 即是在收费上减少的 第二个来说 也会将小营业额的保单 针对每一个美国的买家信用额 就是将它提高保额 即credit limit 增加20% 即是他们可以将保额 帮他加大 希望减低他们所承担的封键 上星期二一连三日访问北韩的南韩总统文在人 和北韩领袖金正恩进行第三次民金会 双方签署平壤共同宣言 同意停止海陆空一切敌对行为 南北韩上星期三签署平壤共同宣言 第一次就无核化方案达成协议 双方并且同意停止海陆空一切敌对行为 北韩同时承诺 永久拆除导弹发射场 两韩首脑再度见面 在北韩的一边 官方电视台 除了一贯歌颂南北韩 再进一步放低分歧 是领袖金正恩的伟大功劳之外 报道的内容 亦都对美国或者无核化只字不提 有分析相信 金正恩是要塑造成 朝鲜半岛和平 要由两韩同胞自行解决的印象 无需外人介入 但是两韩领袖今次第三度会面 最终是否会令北韩落实无核化呢 对于不少南韩听惯北韩民工无核的民众 就依然是持观望态度 南韩总统虎清雅台说 文在寅在这个星期到纽约出席 联合国大会期间 将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简介这次两韩峰会的成果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已经请 北韩外长李永浩 今天星期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 新华社就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加部长王毅说 两韩领导人签署平壤共同宣言 双方共同致力于令朝鲜半岛 成为无核武 无军事威胁的和平家园 中方对此表示烈烈祝贺 予以坚定支持 南韩总统文在寅访问北韩的最后一站 是应北韩领袖金正恩邀请 在上星期四 一起登上朝鲜民族 视为圣山的白头山游览 横跨中朝边境的白头山 中国称为长白山 两个人除了站在主峰 将军峰 一览众山之外 也有机会走近下面的天池 感受碎火山 火山湖的壮阔 文在寅说卖出了第一步 相信南韩民众未来一定有机会亲临这里 金正恩也说 今后南韩人也要到这里游览 文在寅乘坐专机前往白头山参观之前 平壤民众也都沿途甲道宽送 较早前文在寅和金正恩在平壤五一体育场 观看大型团体表演 并且成为第一位向北韩民众 发表公开讲话的南韩总统 他提议南北韩 彻底消除过去70年来的敌对 说会与金正恩携手 与南北韩八千万同胞 一起建设新的祖国 机场上星期四起 启用自助保安闸口 采用生物特征技术 为离港旅客进入机场禁区之前 核对证件 现在在香港机场搭飞机 机场保安会先检查和核对旅客的护照 和登机证 上星期四起 旅客有多个选择 可以使用这些自助保安闸口 自行掃描证件 然后掃描登机证 再透过容貌辨识技术核对资料 整个过程只需要大约20秒 等候的时间 其实缩短到由现在用人手的两分半钟 去到我们差不多接近零的 这个是我的目标 设计上我们已经预计了 未来几年的增长人流客流 在高峰时段 是足够给旅客接近零牌队的 自助保安闸口的服务时间 每日由上周7点到晚上11点 首阶段会先安装四部 在一号客运大楼南离港大堂 预计明年第一季完成安装44部 凡是年满11岁 使用特区护照 回香卡等的电子证件的人都可以使用 机管局期待未来将技术扩展到登记和登记程序 至于过程中收集到的个人资料都会加密 7日之后删除 新一期特快公屋偏配单位大约有1300个 上星期五起开始给家庭申请者选楼 新一期特快公屋偏配单位 开始给家庭申请者选楼 他等上楼等了七年半 最后选择了一个发生过两次意外死亡的大单位 不介意有屋是好的了 现在在香港吧 现在那里八多尺 一房一厘 固住五个人 现在那里44平方 44平方 近了500尺 近了500尺 差不多 亦有来选楼的市民说 选择这些单位的时候 都会有底线 自然死亡的人 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而已 谋杀的那些你会考虑吗 自然死亡的那些 轻微一点的 你们就会考虑的 这一期大约1300几个特快偏配单位 总共收到58300份申请 超额44倍 部分单位曾经发生不愉快事件 包括凶杀 自杀 或者意外死亡 亦都有单位 只是坐向位置比较差 洗手间比较一般的屋势 或者曾经有设施损位 房屋处早前在网上 列出单位名单 有简单备注单位 在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事 部分单位设入8个月 或者一年的租金宽减期 租金会减一半 早前有传媒揭发 沙中线土瓜环站地盘附近 有流雨的沉缸幅度 超出容许上限 令人忧虑政府 是否有效地监管港铁施工 小业主又是否求助无门 本台时点31带大家看看 赤震华是土瓜环站旁边一堂旧楼 帕坚大厦的业主兼大厦法团主席 港铁当年在他们大厦安装了不同的仪器 以监测大厦的震动和沉缸幅度 当年是由港铁安装 几年过去 赤震华没有收到港铁通知数据以上 直至传媒揭发土瓜环站附近楼宇 出现沉缸超标 他才发现自己的大厦也榜上有名 因为当初港铁要放监察仪器的时候 我们对他很信任 虽然他当初就说有什么问题 会尽快通知我们 到现在来说就对他没有太信心了 即使他说有封信给到我们说是安全 其实我们都是个心十五十六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安全呢 沉缸问题被揭发之后 他们的法团先收到港铁来信 提到柏堅大厦适用的沉缸安全指标 是30毫米 而最近录得的沉缸幅度 就是30.1毫米 港铁说结构安全 不过赤震华就质疑 港铁曾经说过 会在大厦安装至少6至8个监察仪 但信中只公布了其中一个仪器的数据 但在他的封信中只提到一个监测点 其他几个监测点究竟是什么情形 我们都未知 其实我们都想知道 或者都想其他的专业人士都可以看得到 根据传媒报道 土瓜环站附近的多唐大厦 录得的沉缸幅度大个设定指标 部分更加超出25% 德国港铁到现在 还未对外公布涉事大厦的名称 和录得的所有沉缸数据 资深土木工程师毅学人说 当工程出现沉缸超标 成建商就有责任通知港铁 港铁应该停工和通知路政署 然后提出改善方案 获得处方接纳 才可以继续施工 对于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 港铁从未因此而叫停工程 毅学人觉得如果是属实 港铁的做法就有问题 如果它到了一个警告阶段的时候 它就已经需要举手 如果去到一个要停工的阶段 它也需要去停工 现在看起来 似乎港铁就没有守到 这个正常行守的要求 在我们来说 这不是一个很合当的步骤 这条列文就是大厦的外场 一条列文 见到我们很多居民和我们的反映 就是说有沙中线工程之后 列文就越来越大条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条 这个是整个首长可以伸得入的列文 林博是当区区议员 也是区议会核下 关注沙中线工作小组的成员 他说由2014年开始 已经不断收到居民求助和求诉 但是港铁和政府代表 多次和区议会开会 都没有提及沉降超标 几年来 他们至少将50多宗街坊的列文 沙上提交港铁 但是港铁最终引用公证行的报告 说问题是出于楼宇本身日久失收 没有任何个案可以成功沙上 工程师危学人同意 在目前的机制下 小业主想沙上就要自己守正 变了没有太大的保障 这次土瓜环站附近的沉降问题 反映港铁的数据不透明 政府的监管机制也有不足 小市民想保障自己的利益 也显得无力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 昨天表示 明天会向特首提交土地供应公众咨询的初步观察 有五个土地选项会被纳入报告 并会公开文件 今集时事集六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星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